前往朝阳墓园的游客请走东西门 接种疫苗的人员请前往院内百度车处登记 2021年1月 北京市开启了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 目前正在对酒类重点人群进行接种 1月3日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 中心设计者来到朝阳规划艺术馆接种点 了解元旦假期的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朝阳规划艺术馆作为朝阳区疫苗接种的 一个集中点位 我们1月1号到1月2号 共接种人员1500余人 1月3号预计接种1000余人 场内接种疫苗区域的设置呢 首先进来第一个 大家要在等候区先等候 然后由我们的医护人员 做相关知识的告知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到登记知情区 做相关的签字确认工作 然后再到接种区进行疫苗接种 最后要到观察区进行30分钟的观察 如果在这期间有特殊情况的话 有紧急处置区 我们目前这两天接种的人主要集中在冷链 还有一些快递相关人员 我们每次这个接种人员 因为是酒类重点行业 以行业来主导 由行业主管部门来组织 记者现场随机采访的一些接种者 均表示接种后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我是酒店工作人员 打完就是感觉怎么样 挺舒服的也不疼 心情挺好的 放松心情非常放松 感觉心里有底了 做餐饮的肯定好消息 说说一通知来打了 我第一时间就来了 没什么感觉 一点反应没有 从1月1号跟1月2号的接种情况来看 目前接种人员的整体情况非常稳定 没有出现这个很严重的不良反应 主要都是一些正常的反应 比如说这个接种完了 肌肉有一些酸痛 就主要都是这些 根据此前公布的北京市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2021年1月中旬完成所有重点人群首针接种 二至四周后接种第二针 2021年春节前完成九类重点人群紧急接种 2021年春节后 根据国家部署和疫苗批准上市及供应情况 组织开展其他人群接种工作